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TBLG的开箱点 TBLG首先打开木箱之后 然后大家能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随机配件的一个工具袋 工具袋里面有机器的气管 一套669扮手 十字跟一字起各一个 活动扮手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设备电源 随机工具就这些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TBLG的主要一些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它的一个就是指向限制机构 这个地方左右调节的话 主要是为了限制指向的一个宽度 然后这个是以及这一个 主要是指向的一个旋转以及导向机构 稍后我会给大家介绍功能的时候 就是它的一个使用办法 然后这里的话是TBLG的除料槽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这个不不不要机构 然后这里这个大的那个滚桶呢 是相当于面单的一个压紧机构 然后尾部这个是废纸收紧机构 然后此处是那个设备的一个触摸屏 信号灯电源开关 接听按钮 然后这个也是选配的功能 是气缸毛刷功能 主要是针对面单比指向大的情况下 需要把侧边多处的部分进行那个刷屏 稍后再介绍功能的时候 演示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那个空压机的组装 以及运行 常规的我们收到的空压机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主体 然后过滤器 还有一个就是三通 有可能是塑料的 有可能是这种三个插孔的铁的铁质的 对 然后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安装方法 这一个主要是装在这个电机上面 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选顶即可 有深胶带的可以用深胶带稍微包一下 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把这个组装到这 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设备进行通电了 通电好了之后 然后可以启动设备 设备的启动就是靠着一个按键 向上拔起它就启动 向下按钮表示它停止 拔起的话就已经启动 最后一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空压机的一个开关 这种直线式的话 表示它接通了可以空气 90度的情况下 转时表示关闭 气的话是处于一个钻气的状态 下面我们来给设备进行通电通气 首先把这个贴标机的电源 插上 插上之后呢 就设备的电已经关上了 然后再进行气源的解通 然后配套的这个气管 这头插到这里 然后这个快拆的插到这上面 然后我们开启电源 开启设备电源 检查这个GT按钮有没有被按下 然后GT按钮它是拍下去的时候是GT 然后选起来呢 代表松掉 大家就这里 这个触摸型的面板 常规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这个数字呢 它是我们已经调好的 大家尽量不要再去调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还按下去呢 代表的是启动 一定要处于一个低位 或呢处于一个就是抬起来的状态 然后我们进行对这个光电进行安装调整 位置在那个高度方向呢 要保证跟这个挡杆要干涉 如果跟这个挡杆干涉 它常规的情况下 不干涉的情况下 这个是绿灯亮 如果是干涉的话 被东西挡到的话 它是黄灯亮 这个光电呢 是具有于检测指向的 然后在左右方向的距离呢 就是从指向来的方向 然后到这个光电位置 然后以及这个挂刀板 距离这个挂刀板位置呢 要靠前三公分到五公分这样 对 这里大概的距离三公分到五公分这样 好 然后光电位置 确定好之后 我们从后面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标签的春法 标签的春法 无论是大标签小标签 春法呢都是统一的 然后这个胶皮呢 压力呢不能特别大 如果说需要调整胶皮的压力的话 就可以用这里方 吃快点八手 把它松掉 松掉之后呢 然后把胶皮抬起来 对 穿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个胶皮的压力呢 小一点 然后我们进行穿标 穿标的话 先经过这一个黑色的胶管 一个外侧 然后再从这个内侧出去 然后从驴板的上面 穿过这个光电 从这个倒数第二根滚筒的 那个下侧穿过 然后到经过这个刮板 这个叫拨标板 然后拨标板完了之后呢 然后它转过来的时候 这个标签就是玻璃 我们可以把玻璃的标签 如果是已经打印好了 可以贴到封好的产品上面 不要浪费 通过这里 四到五张标签 其实位置的标签 然后接下来呢 就通过这里 这里方它掌柜的情况是卡住的状态 然后穿标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那个松掉 然后呢就进行穿标 穿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用手把这个标签呢 笛子呢给刮坏 因为标签 笛子呢相对来说是 有了压房容易扯端 把它扯好 扯好之后呢 然后把它稍微再紧 然后把这个卡扣呢卡住 卡住完成之后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相当于压标机构 把这个废纸直接压好 就可以了 整个穿标的过程就完成了 然后除了穿标的话 好对于标签的拼接呢 我们也推荐大家使用一个方法 就是把标签 就是快要贴门的时候 把下一台标签跟前面 将要使用的标签 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呢 我们一定要采用 透明胶部 然后把它呢 打成一个完美的一个形状 对 然后跟前面呢 就是未拼接的形状呢 是保持一致的 完成之后呢 然后把标签呢 进行拼接 下面呢 我们来对进行一个 广点的一个教印 教印呢 就是找一个挡板 把这个光电挡住 然后你们用的纸箱 废纸皮就可以 然后呢 把这个光电呢 T型键 在它的一个前端面 有一个T型键 在这个位置 长按三秒 在这个 长按三秒之后 带黄灯闪烁 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废纸皮拿掉 这样的话 保存它的一个检测距离呢 就是在这个 废纸皮的位置 一定要放在这个 收送线的中心位置 不要太靠前 太靠前的话 它容易 指向在有点 偏移的情况下 容易检测不到 有可能会出现 落标的情况 也不能太靠后 太靠后的话 如果说人工 在这边走动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就会进行 有一个 有一个人工操作 有一个误检测 人工走来走去的 有的时候 多出标 也可能跟人 对它一个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调整的 就是标签玻璃的位置 那么一次是精准的 如何保证标签玻璃的位置 是精准的 然后我们可以先进行 开机测试 在开机测试之前 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 这个指向光电 它是没有进行对干涉的 开机的时候 点T标启动 点皮带启动 点皮带启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指向 我们先用手来进行 挡住光电 进行这个叠通的事 我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出厂的时候 针对大标签或者小标签 表示它可能是刚好剥离的 剥离的准确的位置 就是刮刀板这地方 每一张出的标签位置 大概都是在同一个位置 可以猜一下这里 出来的位置 就刚刚好好出来 为了方便演示 我把这个 然后这个光电 它也需要设置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常规发货的情况 是调试好的 如果说到客户去 会出现一些误检测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 先把它设置好 在空白的位置 整体面单空白位置 我们长按 这上面有一个黑色的按键 长按三秒 这是一个 四标检测光电 它会进行黄灯闪受 黄灯闪受完了之后 我们把标签进行拉拽 拉拽到什么位置 就是刚好两张标签 中缝位置 跟它对齐的时候 这个状态 中缝位置跟它对齐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提音键 按一下就可以 这个手表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把标签进行恢复 刚刚我们两个标签的设置 就已经完成了 出标错误的情况 我们应该如何调整 这个时候它出来比较多 我们理想中的出标状态呢 是这个刚刚好 到这个挂头板这个位置 稍后我调好之后 让大家看一下 正确的一个状态 OK 这个时候出标位置呢 是有点偏 出来太多了 出来太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有两种调试方式 第一种是呢调节这个光电 这一个光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光电 可以把它 如果像这种情况 出的太多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呢 稍微再往前一点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呢 已经是极限位置了 这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调这个地方 有一个在触摸屏里面参数设置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就是停标位移 停标位移就是停完标之后 然后往前移动多少 对吧 这个时候是设置成70 它出来的有点太多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设置的小一点 假设这个停标位移 那我们把它从70设置到30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出标的一个情况 把操作机密 好 停标启动 停标启动 整个机器就启动了 然后我们用来 用手或者用纸皮来挡一下 看看它的一个 出标的一个状态 哦 这个时候呢 它出来了 但是刚刚从一个过多的状态呢 现在呢 出来的不足 不足的话 大概还露出这么多 那其实它的一个检测的位移呢 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光电 也可以调刚刚那个停标的页石 停标的页石呢 可能是要把它调的 呃 停标的页石呢 可以把它 我看来 如果刚刚是30 它可能贴标的有点 出的有点不足 那我们从30调到40 40这样看一下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再扫一下 好 还是出标的位置 刚刚比刚刚已经多了很多了 40不够 那我们出到 嗯 到 48 假设啊 大家可以一步一步试一下 好 这时候刚刚好 出标的位置 出标的位置 刚刚好呢 就是这个地方 标签不离呢 跟这地方呢 是 刚刚好好 不会出来特别多 我们担心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像刚刚如果出来这么多的情况下 可能指向在过去的时候 会把这个标签指带到 会影响它的一个提标效果 会出现一个同一档指向上面 贴两两标签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造成底指呢 容易撕断 这个时候我的底指呢 你看都是一个 比较一个紧绷的状态 对吧 然后刚刚提出的呢 都是调这个停标位移 做的呢 都是调这个停标位移 如果不调这个停标位移 刚刚我重新把它设置出来 设成停标位移呢 设置成30 设成30的状态 然后 平安 好 出来的不多 出来的不足 然后还多出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呢 是什么情况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放下来 然后这个光电呢 检测到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过多久 它呢停掉 然后 那我们比如说 让它 在 把这个地方呢 早检测一点点 大概的位置呢 跟这个差不多 大概 这个边是一公分 那这边呢 也大概一个 一公分左右的距离 那我们呢 进行 再尝试一下 好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 对吧 这时候 它的一个出标位置 既可以调这里 也可以调出标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 TBLT的使用方法 TBLT常规 我们收到之后 然后 有一个 这个档杆呢 我们叫 这个 锯线档杆 然后这个呢 叫翻向档杆 我们先把 这两个档杆呢 因为是选配功能 我们先把它呢 撤回 这个 这个功能呢 代表呢 我们暂时先不用 一种的话 我们把它撤掉 撤掉 撤掉之后呢 然后我们是需要 需要调整这个 把已经分好的纸箱呢 放到这个手筒线上 然后结 档杆的困度 高度 前面放一个纸箱 然后在那个尾部呢 也同时放一个纸箱 前后纸箱放置 然后我们先调 前面纸箱 前面纸箱放置的时候呢 这个开口的距离呢 开口这里 要左右两侧呢 留的间隙要大一点 尽量使纸箱 处于一个居中的状态 然后两侧的皮带 可以看一下 两侧皮带呢 然后宽度呢 大概露出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然后稍微呢 这个地方距离要大一点 可以配合流水线使用 以及人工使用呢 可以放下呢 可以方便一点 然后把它锁紧 这里吧 高度调节呢 要 两侧档杆杆的高度调节呢 主要是以 不影响后侧的这个 指向检测光电 为那个基准 就是这个光电 这侧的光电 然后尾部指向调整呢 跟刚刚的功能呢 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为了保证那个提标的一个 精准度比较高呢 这一侧呢 档杆呢 要性微呢 效能性呢 比较精准一点 然后就是 两侧留有的间隙呢 每侧大概留个 两到三毫米就可以 然后前侧它的一个 两侧留的指向间隙呢 要大一点 大概留个 每侧留个 两到三公分 好 前后指向调试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调 呃 贴标机的高度 以及贴标机 性指向的一个宽度 然后高度调节呢 是靠上面的这个 旋转 把手 然后 昆度 左右所调节呢 是靠这个 呃 前后侧的 这个旋钮 然后我们 明显呢 现在目前指向呢 是比它那个呃 产品呢 要进行那个高了 然后我们要调这个把手 顺直着呢 是调高的 调节高度 高到什么时候 为准呢 就是呃 纸箱距离这个 刮板的高度呢 大概留个呃 三公分到四公分 一定要留三到四公分 这样 好 目前调的调试距离呢 差不多 高度调节完成之后呢 我们调这个宽度 常规的情况下 如果对于箱子的要求 不是很高的话 我们可能稍微调一下 就可以 目前这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要求呢 可能对于这个 指向呢 稍微有一点偏左边 那么往外面出一点 顺势针呢 是往外 逆势针呢 是往里 好 我们调到 大概指向的中分 位置就即可 OK 为了不影响 那个 调试 我们先把这个 黑色的胶轮呢 把它放在 靠在这个位置 先让它不压标签 这个胶轮最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把标签压得 结实一点 那下面呢 我们进行 那个放箱测试 在放箱测试之前呢 我们可以连续的挡 光电 挡个五次到十次这样 来测试一下 标签是不是 每次位置出的都是正确的 OK OK 好 测试OK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 放箱测试了 箱测试的高度 刚刚我已经跟他说 跟你们说过了 就是要比这个 推标板 矮三到四分钟这样 那我们先放箱测试 出来的位置 这边呢 出标的位置呢 都比较靠后 如果比较靠后的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调哪些 哪些点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标签有点靠后 怎么样调整这个标签呢 让它靠前 第一个呢 就是让这个检测光电 稍微晚一点检测 就是把这个光电呢 往 往这个输送线 移动方向 靠后一点 就是往这边 大概一个 一公分这样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 是调这个 参数设置里面 有一个贴标延时 贴标延时 就是说 箱子 经过这个光电检测之后 大概都长时间贴标 目前是28 那我们把它贴的 就是参数设置的小一点 把它设计成 目前靠后呢 位置比较大 那我们就把它调整成 10左右吧 调整成10左右 好 好 那我们参数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贴标 刚刚是靠在这个位置 OK 这一次还可以 它稍微出标的时候 会稍微有点早 刚刚呢 有明显的明显的 它就算 可以看一下 这三张标签呢 跟这一张呢 它提标的位置 可能又稍微有点早 如果以指向中心来 为基准的话 那10呢 可能调的有点 有点太小了 那我们再稍微 再把它调大一点 调到大概15这样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把它调到15 直接运行 好 这边要认识 设置完成 那我们就开始 看一下 好 好 连续的我们试箱呢 是个14到24倍就OK了 标签的已经贴完了 位置是比较精准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 箱贴的你看不牢固 对吧 它可能一接呢 就接下来了 没有收地 那我们这时候呢 要关机 把设备 皮带关掉 贴标启动 关掉 然后我们调这个压轮 调这个压轮位置呢 然后刚才可以看一下 把箱子一样 放到这个输送单 贴标位置 然后压轮呢 压下来 有一定的距离 这距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距离位置 滚轮调式完成的 基准呢 就是第一个箱子过去的时候 滚轮可以跟着同时转动 然后刚好 那个接触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 跟这个贴标板 稍微有一点距离 距离呢 大概在三公分左右 其实它就是建议第二个箱 只安装一颗螺丝就可以 一颗螺丝 然后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设备起 这一下我们来再贴几张标签 看一下效果 贴标起到 连续推标都很完美 盐很精实 不容易撕开 不容易撕开 完成 在贴标机运行的过程中呢 大家一定要观察这张笛纸 这张笛纸呢 一定是比较紧的 张紧率是比较紧的 如果它太松的话 比如说 运行的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什么样的情况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情况 整个笛纸呢 就是松松垮垮 那这样的话 肯定会出现顿标 出现顿标的 这个最主要原因可能是 箱子跟后面已经剥离的这张标签 嘴有干涉 那这种处理的情况呢 第一种就是把这个 整个踢标机头抬高 第二种呢 让出标位置呢 一定要每一次出标的位置 都是停留在这个 踢标板这个位置 千万别伸出太多 伸出太多的话 会比如说这地方出来的时候 箱子会过去的时候 会把它带到 带到呢 就会把这个 有可能把标签扯断 我们再刷一下 OK 它这个标位置呢 是准净润